恭喜,3月14日李亚鹏宣布再婚得子,天命表白老婆一言万年,从此认定了彼此,而回顾她的感情史也算是颇受争议。 2005年,李亚鹏和王妃结婚,婚后育有一女,最初爱的热烈却也遗憾收场。 某综艺中,李亚鹏已透露二人是因为金钱而离婚。 2020年11月21日,网友晒出李亚鹏当众表白海哈惊喜,以及见其父母视频《二人恋情》曝光, 女方身份也被挖出是四川遗嘱人,曾是中国超模冠军,还是世界旅游小姐的总冠军。 何谓大军是大学同学,还演过几部剧,但都是配角,所以名气不大。 黑情曝光后,二人频繁洒糖,被派玩手散步,一起吃拉面,一起出去逛街旅游等,画面都很美好有爱。 2021年3月,李亚鹏带领妈妈和海哈惊喜聚餐,李亚锦随其后,几人相处和谐有说有笑,看来孩子已接受寄母。 2022年1月12日,李亚鹏被派带小时旧岁海哈惊喜拍婚纱照,疑似好事相近。 当时李亚鹏还回应了结婚评论,称别嚷嚷了,看见了,态度模糊让人猜不透。 而到了3月7日,李亚鹏被派和你有现身医院产检,女方运度明显,如今才过去七天她就当罢了,做度可真快,不过尊重祝福,也恭喜李彦要当姐姐了。